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明示晚间新闻抢先报 我是刘芳慈 首先带来关系的是受到美与封面的影响 西半部今天一整天雨势都很明显 那么在彰化的部分地区 从中午左右开始就一直下大雨 下到了下午 造成园林基督教医院前的马路大淹水 车辆行驶就好像在开船一样 园林高中的校园直接泡水了 学生苦衷作乐 调侃说学校的中庭变成泳池了 而每一次只要连日下大雨 农民就要担心农损了 云林县蔬菜产区的农民 今年也纷纷抢收蔬菜 西螺果菜市场表示 这两天的菜价涨幅大约已经有三成 其中以叶菜类涨得最多 不过价格还有供应量还是在平稳范围 也请民众不用恐慌 那么现在旅游陆续解禁 而继墾丁之后 卫福部长陈时中 他也超级受到地方县市欢迎的 这个周末就要前往台南来行销 6月6号罢韩投票倒数 不过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指控说 罢韩团体在投开票所外 发放了市价200元以上的干洗手艺 而且还跟罢韩文宣放在一起 因此特别前往地检署案灵扣告会选 不过罢韩团体也表示 我们比谁都还想知道到底是谁在会选 希望检调彻查还他们公道 美国中共川普最喜欢使用的社群网站 推特今天把川普的两则推文 附上了惊叹号来标注 这个意思是推文内容没有根据 今天梅雨封面接力报道 气象局特别针对南高屏 发布了豪雨特报 其中高雄是从昨天晚上开始 雨势几乎没有停歇 再加上间歇性的豪大雨 所以让日前才刚刚被梅雨给轰炸的 高雄市不少地区在今天又淹水了 好 其中像是陵园还有大辽 不分路段一度淹成了游泳池 好 外送平台前阵子开始超夯的 但是观众朋友有没有想过 这个时候外送员要怎么送餐呢 显像环身的画面带您来直击 接着带来关心的是香港的局势 香港民众为了抗议香港立法会 今天恢复审议了争议已久的国歌法 所以从今天清晨五点钟开始 就发起了好几项的抗争活动 包含罢工 罢课 罢市 大三罢不合作运动 到了今天中午左右 还有一千多人聚集在中环 铜锣湾 还有旺角等地来抗议 就刚紧出动 还寄出胡椒蛋还有胡椒盆雾来驱逐民众 一直到刚才下午五点半 在全香港至少逮捕了三百个人 好 好 好